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是这样 成败就再次一举了 拜托 一定要成功啊 成功了 我的想法果然没错 还好他们进回来 不然我就危险了 这 这就是雷神丹吗 怎么回事 不好 这空间又崩溃了 逃命啊 召唤 手环就快要完全变红了 快溜快溜 三不溜就来不及了 看样子 尘是已经得手了 老夫可不会这么轻易让你离开 什么情况啊 火车快跑 雷灵从你来的 什么 什么 糟了 给我停下 好 雷灵 雷灵 干agne 雷灵 那 雷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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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лучилось 之前是因为担心你会毁掉雷神丹 老夫出手才有所保留 不然你真以为对付不了你 不过现在 我也没有必要对你手下留情了 你就这样好好待着吧 对了差点忘了还有你了 前辈您这是要救我还是要冻死我呀 你要真就这么走了 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我人都没了 哎呀一点小意外而已嘛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你自己看看 你这活步乱跳的 看起来这么有活力不是没事吧 算了那他怎么办呢 不管他了 就这样动着吧 之后我会封锁这一层 不许任何人员进入 至于他能不能破冰而出吗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我要的东西呢 在这儿 前辈 就是这个 雷神弹 我可终于得到你了 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啊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 前辈这是和雷神丹一起找到的 这个东西你也要么 雷神蓝 雷海之中竟然同时诞生了雷神丹和雷神蓝 难怪雷神的实力会提升得这么快 不过这东西对老夫用处不大 你拿着用吧 这 什么 这次怎么会这么爽快 你事前辈本人吗 老夫向来恩怨分明啊 你帮了老夫一个大忙 给你些好处自然也是应该的 再说老夫哪有那么小些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前辈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吧 等老夫亲自为你灌顶后 你再好好闭关一个月 是 多谢前辈 北苍院长啊 柳征这个孩子一向太子 我原想借助这次交流会 让北苍灵院的精英们 挫挫他的锐气 能让他多少收敛一些 未曾想 却让柳征连胜这么多场 实在是不好意思呀 毕竟是太鼎学院的第一名嘛 果然实力强健 哎 可惜了 我们北苍灵院的天榜前三 正好都不在 真是遗憾了 你说是吗 太鼎院长 要不然啊 还真能帮你这个忙 年轻人哪 不能太自傲 更不能打肿脸冲胖子 是不是 嗯 哼 哼 啊 这个水平还好意思说是五大院之一 哼 幸好当初北苍灵院眼瞎没有招五入学 否则 我岂不是就要被埋没在此 得意什么呢你 要不是神仓生和李玄通 外出连杀魔龙子去了 哪能得到你在死嚣张 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 气死了 孤城哥哥到底到哪里去了 快出来教训他呀 哎呀 真是的 这柳正也太不懂事了 怎么就又赢了呢 这孩子呀 我回去得好好教育教育 毕竟出门在外 怎么能这么不顾及同龄人的颜面呢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